请收看惠律法师佛学讲座 我空是一切小圣大圣都要修的 你不先修我空哪里怎么会修法空呢 同学们如果在这个直 放下的功夫稍微做几层 你就会学到很大很大的快乐的解脱的思想 我现在要讲几个原则 那你不要说我空啊 你这个日子就很好过 第一个永远不要看众生的过失 第二个永远不要讲伤害众生的语言 第三个永远跟众生保持一个距离 第四个随心随力的赞叹一切能赞叹的众生 你就做这样就好 不要做很多 先听我的话 然后最后一个 随时关照满知足 知足 常常告诉自己 我没有了不起 我没有什么福报 我只能吃这么差的东西 我只能住这个破旧的衣服 只能住这个破旧的房子 我没有修什么福报 碰到人家 无论我们伤害我们 我们全是伤害人家 你随时安住在知足 这个世界上啊 不要讲你破我执啦 日子就很好过啦 几个大原则你 巩固自 别人就无奈你和了 就这样子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你肯做就这样 永远不要讲人家的缺点 不要伤害众生 你明明知道他的缺点 你要冷静 你要冷静 他能讲的 劝告的 你好好地告诉他 用比较 诙谐的幽默的语调 去纠正他的缺点 哎呀 就是说某某人 你说 阿秀啊 你真是长得是很漂亮 哎呀 你那个脾气稍微改一点哦 哇 更不得了 如宜兰 宜兰 就是适合栽培兰花 叫做宜兰 真的吗 适合栽培兰花 宜兰 基隆再过去 就是宜兰 你为什么名字叫做宜兰 那就适合栽培兰花 真的吗 我们纠正众生 就这样子 所以啊 现在要我去 去讲人家的 这不对啊 去纠正人家 那没有是很刺激的 那是真正的凸地说 他真的很自诚恳切的 我好好的来跟他谈 我也不会去伤害到众生 这一点你们要学一学师父啊 真的 要学一学 不讲人家的过失 反正 因为我们不是圣人 我常常这样讲 我不是圣人 我有缺点啊 我也会犯错啊 你们不是圣人 你们也会犯错啦 你今天你自能于实地 有一天你就左头无路 记住师父的话 你今天你讲话 自能于实地 你怎么样坏 怎么样坏 那你都不能犯错 你犯错你完了 你完蛋了 所以宽恕别人 就是宽恕自己 有智慧的人啊 两句话 哎呀 自知的过 轻松愉快 安详 哎 有时候我看他众生 活得那么痛苦无奈 我觉得很可怜啊 很可怜 回头一看 海阔天宫 你为什么要死执着呢 哎 以前有个禅师啊 比喻啊 修行 修行 哎 修行 他的师父啊 修行 结果没有开悟 他的徒弟 跑出去外面餐 结果大测误回来 大测误回来 大测误回来 他师父也讲经说法 他的徒弟啊 他的徒弟啊 就知道他的师父 一直在钻牛角尖 这个名相啊 不测误啊 然后就叫他师父 师父啊 你来看你来看啊 这个窗户啊 有一只苍蝇 你看 一只苍蝇 哦 就苍蝇看到这个 这个窗户有光线的 拼命的撞 撞 撞 哎 哎 哎 前途一片光明 可是没有出路啊 撞不出去 因为他 他看到这个玻璃 一片光明 一直撞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说 一个人一直执着这个经典 一直以为 红法立身 哦 就是这个就可以解脱 哦 不一定的 解脱是自己的功夫啊 不是靠你红法就可以的啊 你讲经说 要把那个法 汇汇到本性上的东西 本性上的东西啊 哦 所以啊 他的徒弟啊 啊 先开悟 结果他师父没有开悟 因为他拜拜他的师父啊 他师父不是善知识 结果他去外面 参加高声大的测误了 他认为 嗯 我要开始度我的师父了 我的师父还在钻牛 钻这个牛皮纸 钻这个这个这个经典啊 哎 还不通达 叫他师父去去看那个 看那个苍蝇在 撞那个窗户 这意思就是 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 我们要修的这个修行啊 一定要找到根本 那就是那种直一定要破 直不破 你没有办法的 虽然你很想修行 可是你也只 逗留在那一种 自我意识的观念里面而已 所以在这个地方 哪一个地方要下功夫 这个直要放得下 啃 你才有办法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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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